这些令人困扰的画面在中非共和国变得越来越频繁了 流离失所的孩童受伤 生病 饥饿 急需外界的协助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紧急项目主任泰德柴班说 在中非共和国有100万人流离失所 其中50万人是儿童 我们看到他们被虐待 我们看到儿童被袭击 他们被兵队招募 我们估计大约有3500到6000名儿童在不同的武装部队里 他们也暴露在疾病之下 他们没有上学 那里现在是一个儿童最不容易生活的地方 自中非共和国首都班级 上个月初爆发战斗以来已经有超过1000人丧生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他的伙伴已经证实至少有16名孩童被打死 另有60名孩童受伤 这个联合国机构说 至少有两名孩童被砍头 一名孩童肢体被割断 柴班说 必须采取一些作为来阻止这种暴力 考量不同的社群儿童的福祉和需求极为重要 他们的需要是能够生活在一起 彼此和平相处 有一个共同的未来 但是这必须要人们能够远离暴力 以政治对话来解决眼前的问题才可能做得到 柴班也说 他反对年轻的孩童被利用作为孩童兵 我们呼吁所有各方尊重儿童 确保任何小于18岁的人不会从事任何形态的武装冲突 释放并协助任何在错误下与他们在一起的儿童 即便这个儿童志愿加入他们 没有一个儿童应该被涉入任何形式的武装冲突 他们应该待在家里和他们的家庭与社区共同在一起 他们应该回到学校去上学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 他今年需要6400万美元来提供中非共和国人道主义援助 不过到目前为止 他只收到这个数目的三分之一 驾 complicated 驾 Voz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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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